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夏威尔度假完毕 在返回华盛顿之前对支持者道别 爱奥华州举行党团基层会议 共和党选民开始投票 前马萨珠塞州州长罗姆尼首度领先 纽约一座清真寺被自制燃烧弹袭击 当局正从仇恨罪恨的方向展开调查 恒德的油管爆炸 烈焰龙烟滑破长空 12月份的温暖天气过后 中西暴同东岸迎接一月份的严寒 是 您的 lud